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五间总结 日刊昨晚突然宣布下调传准金率0.5个百分点 以过今日早段大幅高开 港股亦受消息刺激 今早裂口高开368点 开步25,048点 大外围偏远拖累了港股早段升幅收窄 回落去到十天线24,703的水平之后 靠稳回升 中午就升138点 报24,818点 挂指就收报11,889点 升了121点 升幅是跑赢行指 人行降准中资金融股带动大市做好 四大内银中行、公行、农行、建行 升超过2% 其中中行曾经破顶高建4.57 另外中农行、昭行升超过3% 交行曾经升超过4% 中午的胜幅收窄到0.6% 留欠股方面 国寿、平保、财险、泰保 升超过1%至2% 中国太平升超过3% 至于券商股胜幅亦都建显著 进送证券升超过2% 海通证券升3% 银河证券、中州证券升超过1% 市场流动性增加 预料对楼价有支持 加上房企受惠、信贷成本下调 内房股全线上升 中海外升超过2% 润地升超过4% 世贸房地产、负力升超过2%和1% 有消息指 上网店家近期再下调 华电就跌超过8% 大唐发电跌超过7% 润电跌超过6% 外围方面 亚洲央行宣布 不会容许希腊的商业银行 以希腊国债作为向央行申请贷款的抵押品 市场有类气债问题会恶化 亚洲股市组段普遍下挫 国际金融股也普遍下跌 汇丰、渣打、友邦、云尼、 亦市跌0.1%至0.9% 焦点股方面 腾讯宣布发行合共20亿美元票据 正筹超过19亿美元 股价升超过1% 成价匯入股份方面 受人行全面降准的消息刺激 互心股市金组大幅高开 相征重上了3200点关口 A股ETF做好 安社A50、南方A50 升超过2%和1% 而中二动轴升超过1% 破顶高件107.4% 收视之后有3分钟时评再见 2.2%